三国时在曹魏都城洛阳产生了司马昭士君事件,预先司马昭令曹焕为帝,追贬曹毛为庶人,而诛杀了皇帝的成绩却被当作替罪羊,被一灭三族。 那么过后的事情是怎么样的?协助司马昭士君的成绩,什么原因会遭此结局? 洞见历史人物,品息世间百态,欢迎订阅包包说历史。 曹魏三少帝 说起三国的曹魏,曹丕与曹锐的英年早逝总是令人唏嘘,从曹丕称帝开始,曹魏一共只有五个皇帝,却有三个被称为少帝,从未掌权,这三个少帝分别是曹芳、曹茅、曹幻。 从史书上看,曹丕,曹锐父子极有可能是纵于过度而亡,所以曹锐不仅英年早逝,而且在驾崩之前没有亲生儿子,只能以养子为四。 曹芳原本是任成王曹璋的孙子,自幼被魏明帝曹锐养在宫中,公元239年,曹芳八岁,在曹锐驾崩后,继承皇位,由大将军曹爽与太尉司马懿共同辅政。 公元249年,曹芳刚满十八,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,终灭曹爽等宗室重臣,曹魏军政大权彻底旁落,落入司马市手中。 公元254年,司马懿长子司马师废除曹芳,立曹茅为帝。 相比起曹芳,其实曹茅与曹丕,曹锐的关系更近,他是曹丕的亲孙,曹茅自幼聪明好学,才会早成,早就对司马仕专权不满,一直以邵康为偶像,试图实现忠心。 公元260年,已经继位六年的曹茅,发现无论自己怎么努力,不仅没有收回被权臣窃取的朝政大权,反而皇室权威日渐削弱, 司马昭的野心,已经达到路人皆知的程度,曹茅知道,不能坐以待毙,决定被水依占,曹茅勇气可加,无奈司马师大事已成,曹茅最终只能引恨而亡,曹茅的死。 不仅赢得了帝王的尊严,赢得了世人的尊重,也拖延了司马昭的篡位时间。 曹茅死后,司马昭立曹茅为帝,相比起曹芳与曹茅,曹茅更是毫无实权,成为彻底的傀儡。 从血缘上来说,曹茅还是曹芳与曹茅的叔叔,他是曹操之孙。 成绩是君 上古时期,夏启开启家天下之后,他的儿子泰康因为单于享乐,被后裔趁机杀死。 这就是泰康诗国的典故,后裔先是立泰康之地中康为傀儡,中康死后,又立其子相为君主,待后裔权势稳固,便驱逐了相。 自立为君主,不料,后裔晚年,因为宠信韩卓,而反被其害,韩卓上位之后,为了彻底清除后患,历经图治,消灭了夏朝残余势力,并杀死相。 数十年后,相那一父子邵康,在历尽重重苦难之后,终于打败韩卓,重新夺取了天下。 这就是邵康中心的故事,曹毛登基之时,曹魏的情形与后裔,韩卓时期的夏朝极其相似,都是被全臣把持,已经到了灭国的边缘,所以曹毛一直以邵康为榜样,经常与诸位如生,讨论邵康的事迹。 公元二百六十年,曹毛对司马昭的专权日益不满,尤其是随着时间的发展,曹魏天子的威仪仍在继续削减,司马昭却在一步步紧逼,改天换日的这一天想必已经不远了。 五月初六夜间,曹毛亲自带领宫中侍卫,奴仆等人,占领了掌管宫中武器铠甲的陵云台,并在此召见世中王沈,尚书王经,散其常侍王业,在曹毛眼中,这三人也算是他唯一能信任的亲信,在无人可用,无人敢用的情况下,他只能将此三人引为重用。 曹毛一见三人,便开门见山地说,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,我不能坐以待毙。 等着被废除的那一天到来了,我决定今日亲自带着你们一起去讨伐司马昭。 三人一听,顿时大惊失色,王经还以鲁昭公之旧事劝曹毛继续隐忍,可是曹毛之决心已定,根本不听劝阻,见三人不能跟自己同心同德, 心中很是失望,只是将自己已经拟好的讨贼诏书扔在地上,就义无反顾地离开了。 让曹毛万万没想到的是,被他引为心腹的三人,非但拒绝跟着他一起讨贼,甚至还有人连夜跑去司马昭纳告密,更令人意外的是,当曹毛准备就绪,原定于趁夜攻打司马昭府邸的时候。 天上突然下起了雨,曹毛只能等待天明,次日,天刚一亮,曹毛便亲自拔剑灯面,率领着宫中的宿位与奴仆,浩浩荡荡朝着司马师扶抵宫去。 出了宫之后,曹毛遇到的第一波敌人,便是司马昭的亲弟弟司马昭。 司马昭以屯齐校尉的身份,率领着麾下在宫外将曹毛拦截,但是曹毛毕竟是天子,在其身边是位大声呵斥陛下在此,而等想要造反吗? 那时候,司马昭的部下便一哄而散,曹毛毕竟是名正言顺的天子,司马昭不在的情况下,感知面对他出手的还是少之又少。 紧接着,中护军贾冲又带着一波人拦在了曹毛大军的行军路上,这一次,贾冲没有退却,依旧指挥着部下与曹毛身边的宿位战斗在一起。 然而,这时候,曹毛以天子之身,亲自执剑拼杀在前,贾冲麾下的士兵毕竟都是曹魏的士兵,敢与宿位厮杀,却不敢对曹毛刀剑相像,有了曹毛的参与。 很快局势扭转,天子之师一往无前,而贾冲的麾下开始四散,面临溃败之势,就在这时,一位名叫成绩的太子舍人站了出来,他望着曹毛,眼神热切,在他的眼中。 曹毛不是高高在上的天子,而是炙手可得的功劳,要是拦下了曹毛的造反,岂不是能以此进入大将军司马昭的眼中,王后也是从龙之臣,何愁不能青云直上。 想到这里,他心中已经有了打算,却依旧不忘,开口询问带队的贾冲,事情到了如此地步。 你说怎么办?贾冲道,司马公养你们这些人,不正是为了今日吗? 今日之事,没什么好问的。 贾冲不愧是能在西晋当上三宫的大人物,开口就是不一样。 这话看似是说了什么,实则什么也没说。 成绩问他怎么办? 他则说了一个模棱两可的没什么好问的,此人不愧是深安围观处事之道。 可是,成绩却早已经管迷了心窍,他既然开口,实则是已经有了打算,听到贾冲的话后,就理所当然地觉得他是要为司马昭彻底铲除后患。 于是,成绩立刻抽出长歌,朝着冲在最前面的曹毛刺去,曹毛本身只是靠着心中的不屈精神拼杀在前,并非爵士猛将。 成绩这一出手,曹毛马上就中了招,很快倒在了血泊中。 替罪羊 在古代,全臣善行费力,为了以绝后患,杀死费地。 其实是很常见的事,远的不说,西汉后少帝刘红,被周伯、陈平等人废除之后,便是死在了亲叔叔刘衡手中。 东汉后少帝刘变,被董卓废除之后,也惨遭毒手。 可是无论是刘红,还是刘变,他们都是在被废之后才被杀,这个时间差很重要。 这不是脱裤子放屁,而是在被废前与被废后,身份便截然不同了,皇帝还在位时被杀。 那叫士君。 无论在哪朝哪代,士君可都是天地难容的大罪,任何人都难以承担,包括此时的司马昭,也正因为如此,原本已经将篡位提上日程的司马昭。 不得不再次放慢脚步,为了平息众臣的怒火,他只能暗自忍耐,将登基一事留给自己的儿子。 好的事,曹毛被杀时,司马昭并不在现场,至少没有暴露在世人眼前,所以他有了推卸责任的机会。 但是,士君毕竟是大事,他可以推卸责任,却必须要有个替罪羊前来承担罪责。 这个替罪羊,最合适的其实是贾冲,不仅身份地位足够,而且,当时正好是阻挡曹毛的指挥官。 曹毛死后,司马昭召集群臣议论,陈泰就曾当众对司马昭说,只有杀掉贾冲,才能稍稍谢罪于天下。 不仅仅是陈泰。 其实在很多人眼中,贾冲才是士君的罪魁祸首,包括后来的吴国末代皇帝孙昊,就曾当面对贾冲讽刺他以臣士君。 不得不说,司马昭在对待贾冲一事上面,还是很有担当的,他不顾其他人的看法,一力将其保了下来。 从此之后,贾冲彻底绑在了司马家的战船上,司马师、司马炎父子对他也不薄,不仅屡次升官风诀。 司马炎甚至还让当时的太子娶了他的丑女儿做太子妃,就是有名的贾南风。 不过,也正是因为贾南风之祸,才导致八王之乱的爆发。 以及五胡乱华的悲剧,不得不说,是不是因为贾冲士君,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。 这才导致后来的悲剧,贾冲被司马昭保了下来,一是由司马昭的担当。 二是,他并没有亲口下令士君,也没有亲自出手,可是成绩就不一样了。 无论从哪个角度出发,士君之罪成绩是逃脱不了的。 时隔士君二十日后,成绩与其兄长成族一起被司马昭捕杀,并移灭了三族。 据《卫史春秋》记载,当司马昭派人去抓捕成绩兄弟时,成绩光着身子跑到屋顶,大骂司马昭忘恩负义。 他觉得他自己不惜冒着士君的罪名,帮着司马昭除却大患,不升官风绝不说,怎么也没想到会被当成弃子。 可惜的是,骂人有用的话,也不用军队了,成绩很快被射杀在屋顶。 官迷心窍的成绩 从成绩最后骂司马昭仪式来看,成绩其实到临死之前都没意识到自己的错误。 站在成绩的角度,他觉得自己是立有大功的,他当时的想法可能如下,我是奉命出手,直接听命于甲冲,还有可能暗中得了司马仕的寿命,我是为保护大将军司马仕,才出现在这里的。 我为大将军彻底扫除后患,这才不惜身败名裂的后果,亲手士君,在他看来,他的一切所为都不是为了自己,而是为了大将军。 司马昭无论如何,都应该保下自己,不得不说,成绩的想法太天真,或者说太浅薄了,先不说有没有司马昭的暗中受益,至少假冲当时并没有说出是君二字,下手杀完全是他一厢情愿。 另外,想要保护司马仕,并不用杀死曹毛,最好的办法是,将曹毛制服之后,交给司马仕亲自处置,这样一来,司马仕也不会背上是君的罪名。 成绩正是因为看不到这些,一时被功利之心冲昏了头脑,这才亲手为自己挖下了一个足以埋葬全家的大坑,总的来说就是成绩之死,就由自取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